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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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啊我是Susan 今天的影片呢是一個分享型的影片 分享大家敲碗很久的精品系列的包包 應該是足夠跟大家分享啦 因為最近一年呢我是完全沒有買包的 確實是最近是蠻窮的 嗯... 你知道的啦 就是... 球 這整個櫥呢就是來收集一些... 包包的 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小樣吧 小卡包 這個是Chanel的 它是荔枝皮的 這真的很好裝又很耐用 荔枝皮都不會刮花嘛 所以適合我這種很粗魯的人 我記得還有銀色扣跟金色扣的 但我就是拿銀色扣的 這個價錢我有點不記得 因為... 好久好久之前買了 它這邊有兩個格 這邊我都是拿來放紙幣啊 零錢啊 它可以放很多很多張卡 這個是已經是我整理過了 所以在我還沒有整理之前 它是爆炸多卡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裝 這設計很棒 這些收據以外啦 然後可以讓我放一些 parking ticket啦 我都是放在這裡的 這是... 我用... 3年多吧 3年多的卡包 推薦大家 這個是... 19年的 它沒有記錯的話 是羊皮的 目前為止 我也沒有看到任何刮痕耶 像我這麼粗魯用的人 我很喜歡這個19扣 其實我一開始不是找這個的 一開始我是找... 這個三疊包 三層包 然後呢 找找找一下 因為這個系列 是很久很久的款了 它真的很難找我 那時候 從我大學畢業 一直在找它 找到去年 還是前年的時候 才找到它 通過朋友的代購 我記得這個 大概是 3000馬幣上下 這個真的好難找 它是三層包的 因為那時候我要找一個 是零錢 可以另外放的 因為我是 會收零錢的人 這個呢 可以收零錢之外 也可以放收據 它卡包的位置 就會比較少 這裡只要 一放多卡的話 就有點關不起來啦 這邊有三層 看 這邊就有Made in Italy 然後這邊有小Chanel 這邊還是卡包 然後裡面有三層 然後還有紙幣 這個的話 我最近會比較少用 就是因為我最近的包 有時候換比較小的 之後我就會懶惰換回去 這個可以 小包非常小 然後就 塞得下 這個包我已經開箱過了 你們想要看的話 可以點一下 這裡那裡 我EVER就是這裡那裡 這樣子 這包就是 Gabell 流浪包 這包怎麼講 用它的頻率次數 已經 沒有辦法輸了 它真的太好搭了 太百搭了 就是 就是你想要出門 好看一些啊 或者是 休閒一點啊 或者是你想要 出席一些重要場合啊 你帶它就是不會錯的 百搭任何穿搭 它很強 它真的很強 有一天我真的是 窮窮困潦倒 對嗎 是這樣用嗎 的時候各位想要買包 再開放給大家跟我一起買一下 因為我真的收得很好 這個是限量版的 我到現在還是很喜歡它 OK這個就不多做解釋了 所以想要看的話可以看一下上一支影片啦 下一個我 就分享這個 PADA的 Hobo Bag 這是三合一的包包 這也是很好搭的 而且它 很初用 我真的是初用到 我都不好意思講 這個也是 很耐妝 這個真的是100分 它已經初用到 它已經有點 脫氣了 這小地方我通常都是拿來放耳環啊 或者是耳機 還有一些數據線 它裡面呢 也沒有什麼內格 就是一個空的包 它真的很好裝 我覺得它 配那種休閒一點啊 像是 我現在穿啊 也是可以很搭 最近被它的次數比較少了 因為我最近都是被大包比較多 因為最近要拿很多東西 上下班這樣子 下一位好像是他 當 這個是Longcham的包包 這個包呢 也是我 很愛用的包 只是最近我都很少用小包啦 喔 真的是有點 亂 我覺得我每個包都有殘留物 不是說那種不好的殘留物 就是有很多收據啊 一些吃過的糖果子 這個包也是很好用很好裝 而且它又是那種 鱷魚鱗皮的那種紋路 所以它防刮 然後呢 它又很耐操 比較不好的話 就是這個鎖吧 這個鎖的部分有一點硬 但我還是很喜歡帶它出門 好小個的 不是你背什麼 都很大 你看小小個的很可愛 這個 下一個是哪一位呢 應該是他 下一位是這個 Alvin的Dolphin包 我記得我買它的時候是1萬1還是1萬3 我忘記它現在有沒有起架了 它是這樣子的 它是細鐵式的開關 然後裡面呢 喔 又有東西 有一個Bad tissue 還有一個糖果 其實也是蠻好裝的 但是它只要一太碰 它就沒辦法關上來了 100分好不好 我連那個 plastic的紙都沒有拆開 想要找我買包嗎 這個我蠻想賣的喔 因為我覺得 怎麼講呢 太... 別人讓我看膩喔 蠻受限的 它不擺搭 需要一些 比較簡單的色系 才可以達到它 然後它都是 單肩包背法 不懂為什麼欸 就是拿它的次數 沒有那麼太多 我覺得它有點太lady了 會嗎 唉 我會慢慢找回它的愛 我在想 要不要再出讓這個 需要想一想 我真的用得很好欸 沒有到很... 很滑那些刮痕 哇 這些plastic 我都沒有拆欸 我的天啊 我是不知道嗎 我是好像真的不知道 各位 我想一下 下一位呢 應該是 Celine的手拿包 它是比較小的 拿 把它包回來了 快點包它出去 先生 Can you out my friend? 哈囉 大家好 不想要跟你好 它是有袋子的 這個袋子前期的時候 讓我超級無敵 煩惱的 因為它很難拖下來 你用久了過後 它比較鬆一點了 是很好拖的 OK 我通常都是手拿比較多 鞋背就還好 我有一點小後悔 為什麼我沒有選大的 我這個人啊 就是有點小後悔 像是那個gabelle啊 我也是在想 為什麼我不要拿大的 因為大的 比較適合符合我的性格 適合大的可能也適合我欸 這個人就是 想要二用 這個人走開 鞋背的話 我會覺得有點care 因為它是硬的材質 你放在邊邊 又不對喔 你放在前面 又很奇怪喔 然後你放在後面又 很不自在 因為它很容易看到你 裡面有什麼東西 所以呢我多數都是手拿 然後它也是蠻好裝的 可是它裝的方式呢 又是 有一點麻煩 因為它是直立式的 然後它又有點 口有點小 所以你要 挖挖挖挖了 喔 才拿到下面的東西 嗯 講搭配是很好搭配啦 但 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的話 我可能不會買 我這個善變的女人 但 我用它次數其實是蠻多 因為它 確實 很百搭 就算你很症狀也很適合 因為它就是有一種 former的感覺 也可以 想要隨便出門出間啊 其實也很ok 你不會覺得它很奇怪 而且它的配色 喔 這個配色是我最喜歡的配色 而且它Celine的老花也很好看 下一位呢 是 這位 中古包 這是MCO時候買的 跟新加坡代購買的 看來我有點點的後悔 為什麼 因為它的quality齁 真的是很生氣 然後我又很怕它斷 你知道嗎 這東西喔 拆上拆下就很容易斷 它跟我想要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我想要的顏色是白色的底 很好看 可是來的話就是比較 濾灰濾灰的 這樣子看是不是很好看 而且 可能中古味吧 它不是很好聞 臭臭的潮濕味 你們知道嗎 就是 發霉味 對 發霉味 sorry 這是Loewe的中古包 現在應該是沒有出喔 而且我記得我買它的時候 大概3000多馬幣 雖然是真的很便宜啦 其實也是很好看的 是不是這樣子看 可是它真人的話就 嗯 不太行喔 這個 這是裡面 蠻好裝的其實 只是這個手拿吧 這個手拿會有點重 這樣子拿會有點重 其實我覺得它是真的發霉耶 看得到清楚嗎 這邊其實有點綠色一點一點的 我一開箱的時候 那美味是超級無敵重的 好我們來放下一位好不好 這個是我最新買的 因為我很喜歡 它太可愛了 它是那種同編製的包 這個真的很可愛 它的鬧妝也是 但是 我很多但是喔 如果再給我一次選擇 我不會選這個色 我會想要選大膽一點的顏色 例如 綠色、黃色跟橙色 我覺得它太安全了 我不應該拿那麼安全的包 因為我已經有太多 這麼安全顏色的包 它是這樣子的 就是拉關 很乾淨喔 嗯 這個是唯一最乾淨的包 很可愛又很好看 就是小包 你要拿去海邊也很適合 逛街也很適合 就是很好看 我記得900多塊 就可以買到它 它又可以這樣子拿勒 又可以寫杯 幾磅 龍小母的這個 將 這個呢 是品牌送的包 這是Michael Cross的包 我沒有什麼很常拿它 是因為它也是比較Lady一點點的包 但我很喜歡它是這裡 有我的名字 SS 我太喜歡只有我的名字的包包了 這個很喜歡 對然後裡面呢 就是這樣的 它兩個小格 然後這邊還有很多內層格 喔對 這也是品牌方送的 這是算小收納袋吧 主要是這裡也有我的名字 我把它當作筆盒來用 超好裝的 下一位是 大家沒有見過的 大魔王 我真的愛它的程度 就是我買了一年多 第一次配它是在 菜堂永生日的那一天 我們去Langawi的時候 我買它有一年半 我從來沒有背過它 因為我很不捨得 我只是背了兩次而已 各位它箱子我還留著 你可以可見的度 我多愛它 將將 Chanel 19的Messi 超大的這位朋友 很酷 很百搭 在我買Gabel 19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下一個要買的 一定要超大 以我這個個性呢 會比較屬於中性一點的人 然後呢 我的穿搭也是比較屬於中性 所以背這個大包的話 就是真的超適合 裡面呢 也是滿滿的 是不是很想要跟我買二手包呢 等我窮困潦倒的時候 大家要支持我 嘻嘻 裡面的紅色好美 真的 這是它的卡 它的證明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格 這是我在KLCC買的 我的Chanel都是在KLCC買的 而且我那時候買的時候是 兩萬六 馬幣 然後現在已經 漲價到 三萬六 沒有錯的話 三萬五還三萬六 很可怕啊 Chanel真的好可怕 一要等久一點 還是起價了 而且Chanel的一個新制度 有點可怕 要配貨 這真的太可怕了 我想像不到 如果我之後買東西要配貨的話 不用緊 我剛才近期內不會再買包 但是我最近喜歡一個小包 二二年的 可是我忘記它叫什麼名字 最想要錄的Chanel包就是那個 它後面也是磁扣式的 我記得Chanel的包包都會有這個設計 是因為 好像是Coco小姐 方便拿 Passport啊 還是什麼樣的 我記得好像有這種 這種設計的故事由來 就是因為這樣 確實有這個真的很方便 我不捨得用它到喔 我不知道什麼場合應該要備它 你知道嗎 它最近出了全黑跟銀扣的 你看 你講我後悔買嗎 我也還好 沒有很喜歡那個全黑的 你看 你看 它真的很好看 它就是很休閒啊 那種很中性的傳達 我背它就是 OMG好帥 你看我口水都直流了 我很喜歡 19 我好喜歡這個Logo 好嘞 我好像真的沒有包包了 應該是時候進新款了 常有 好嘞 各位 確實沒有什麼太多的包分享 是不是我的錯呢 給大家那麼少包分享呢 好 我去彌補這個錯 我去進多一點包 買包這東西真的是 會讓人有點成就感 或者是想要去賺錢 我以前不了解買包的心情 但是直到你買包之後 你想擁有的時候 那個興奮感真的是 WOW好爽 希望我可以買更多的包 OK嗎 你少吃一點我買更多的包 OK嗎 你怎麼要睡覺了 我覺得這個精品包應該也沒有什麼 下一集了吧 照我最近的財務狀況來看 沒有啦 好啦好啦 好嘞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還有下集跟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 看向你好不好 看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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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 就是 課題 看向我